来到了我的设计的教程 今天呢要教大家画的是RGB 教大家分辨的概念呢 是对于RGB跟CNYK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那如果说今天是设计师的话 可能已经都非常的熟悉了 但是如果是对于 今天我是业务或我是行销 我要跟设计师合作 到底我该怎么样去区分他们的差异呢 首先我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RGB的部分 那RGB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案 这图案呢就是说 好左边的是红色Red 然后Green Color所以是G 右边呢是Blue所以是取了B这个字 那当它交错在一起的时候 它又产生了像红色跟蓝色 产生了这个饱和度非常高的紫色 那红色加绿色等于黄色 那绿色再加蓝色呢 那就是出现了电色 然后所以是中间呢就是所谓的白色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说 这个其实是荧光色的概念 就是中间的这三个色还有绿色 其实它都是非常亮的颜色 所以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说 主要我们RGB的话就是这三个颜色 那跟大家解释一下说 它都是怎么的在运用 第一个的话就是它的用途呢 主要是在电脑的荧幕上会来做显示 其实也不是电脑啦 像只要是电子荧幕啊电子看板啊 它就说我们走在什么信义区 然后会有非常多就是五光石色嘛 还是反正就是很绚烂的一些霓虹灯嘛 然后这些霓虹灯它们上面的颜色呢 其实也都是由电子荧幕去做呈现 像电视也是这样哦 所以大家基本上看到的非常多电子装置上面 它都是RGB的颜色 那就是跟电脑都是一样的 好大家刚刚有提到的是就是 它是由红色绿色及蓝色去组成的 它也叫做色光三元色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它跟光是有关系的 它是由光学折射出来的颜色 所以这个颜色我们把它命名叫折射三元色 那接下来呢 大家看到的这个部分是数值 所谓的数值是什么呢 假设我现在选取这块颜色好了 我点两下 好的我可以看到这边有 我下来这边看的话就是RGB 然后还有些YK 那好你你们看哦 这是假设这个情况是R0G0B0 在全部数值都是0的情况下会是怎样 点下旁边它就变黑色了 所以呢它就是所谓的纯黑色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000000 然后全部都是黑色 对 那假設我現在換成25 全部都25 等一下旁邊全部都是F 那就是純白色它就是最頂端的顏色 所以它的極限就是在 就是應該說它的極限就是到這邊 對然後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玩玩看 那也因為不同的顏色 然後它也會產生不同的素質 那這個就是叫它的素質 那色票的話呢通常是指下面這一組號碼的色票 然後你們也可以透過去調 假設我這個粉紅色粉橘色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CNYK又是多少% 那CNYK通常都是用%去呈現的這樣子 ok 取消 然後這邊呢也可以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當今天我的顏色疊得越多的時候 它就越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顏色就是 應該就是很螢光的顏色了 然後也因為它的不同的色彩的變化 然後也可以因為色彩其實是無限的 所以當你的藍色改變或紅色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不一樣的紫色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說 喔我今天一定是什麼樣的藍色 什麼樣的紫色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說 不然你給我們個色票 所以設計師有時候會說有沒有色票 有沒有guidlight 假設我先要拿別人家的logo來放到我們家的 就是重新去組裝的話 那我們怕色彩跑掉 我們不會特別去吸它的顏色 而是我們會直接跟它要它的色跳 那就會比較安全 不會說我今天吸的它的顏色 其實並不是它真正的顏色 好的先來解釋一下 我在電子螢幕上通常都是怎麼樣看到的 就是在什麼情況下會看到 像我今天打開MOMO 它的這一個Banner就是用RGB的格式去設計的 因為它是在我們會通常看到它就是在電腦 不然就是在手機上 所以它就是以RGB的這一個格式去做設計 好的RGB大概講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CNYK是什麼吧 那CNYK呢這個就是 你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有點透明的感覺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因為它通常都是用作於印刷 它就是模擬那個顏色嘛 然後去做印刷 它為什麼會印出來呢 那就是它用油墨去印出來的 等於說它就是一直在疊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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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把它組構成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像右邊的這兩張的話呢 這第一張這個的話 我們通常也會使用在包裝設計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橘色跟藍色 那就是它在出檔的時候是用CNYK的方式 或者是Pantone 那這個就是大家設計師可能可以自己再去斟酌要用哪一種方式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先講一個簡單的CNYK這樣子 那CNYK這個的話就是它有個重疊嘛 對你們可以看到非常清楚 那它這個重疊的感覺其實是跟這邊蠻類似的 好的 那下面這個的話也是一個行路啦 就是一本書的話 它也是 概念上來講它也是用CNYK去做呈現 那無論今天是印刷在 當然我這邊只是直立包裝還有印刷的書本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名片啊 然後DM啊 其實也都是一樣的道理 只要是印刷的物品 通常大多數都是一定要用CNYK的 好的 那這邊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 欸大家怎麼會變多了 這顏色怎麼這麼多呢 因為呢 為什麼我們會 看喔 這白色 然後這邊又多了一個黑色 對 那是因為呢 我們在使用油墨上 我們會有一個黑色這樣子 對 那在油墨上呢 也分為了這四種顏色去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在公司的時候啊 去用那個印刷機 那個Printer的時候呢 就是它其實是有四種墨水的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的印刷機 但是我自己在家裡用的 練印刷機 它都是有四個顏色嘛 那通常應該都是這樣啊 然後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假設今天我的 那個Magenta的顏色比較小 那我的顏色可能就 紅色就變很小 然後就印出來 就有點綠綠的感覺 對 所以每每 可能每一次印出來的顏色都不一樣 欸為什麼 假設我今天印一個有顏色的F-O值 它印出來每次都不一樣 那可能就是因為說 每一次的油墨的多寡 它的量都不一樣 所以就會造成它顏色上的差異喔 當然這個也是在每一個Printer上面 也會有這樣的差異 對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不用特別去背了 然後大家應該都可以理解說 是青色、洋紅色、黃色跟黑色 那去做疊加的時候呢 它的顏色也會跟著跟旁邊的不太一樣 大家可以對比一下 可以看得出來 印刷的顏色呢 它都是比較偏暗一點點的 它沒有像左邊這麼亮 那麼的飽和那麼高 它就是比較中間一點 除了黃色看起來OK 可能真的比較亮以外 那其實你們仔細看喔 這個黃色還是偏暗的黃 對 然後它的綠色 然後它的紅色 它的紅色也是暗的喔 對比一下 它的紅色也是偏暗的喔 然後它的紫色更明顯的差異了 對 你們可以想像這個是光不斷的重疊 但是這個是一個透明的色塊不斷的重疊 對 你們可以想像OK 它可能是一個玻璃或者壓克力的一個色塊 然後去把壓克力不斷的放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樣的顏色 OK 好的 那它的數值呢 也通常是0到100% 剛剛有示範過了一次嘛 再給大家溫習一下 就是 再點兩下 然後打開 然後通常在這邊 它最多就是到100這樣子 對 它沒有200 對它沒有 它就會嘟一聲 就是 所以它最多到100這樣子 OK 然後呢 印刷是有這四種比例去做調色的 剛剛有提到 所以呢 它的顏色點的越多 它的油墨 就是顏色點的越多 它就會越深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OK 今天如果我的藍色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我的紫色就會越來越深 而且它會偏藍 OK 那今天的這個講解大概就到這邊囉 那對 最後最後還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怎麼去調我的色彩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我上面這邊是RGB 那如果我要去改成XYK的話呢 我就要在這邊 檔案 然後色彩模式 XYK 好的 它就會變了一個顏色 好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說 我覺得顏色很像變暗的 對 OK 那今天就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或者覺得真的有幫助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幫我留言給個支持 然後我會有繼續創作下去的動力 好的 下次再見囉 記得幫我按個讚 或者有任何疑問也可以留言 謝謝 掰掰 好嗎 OK 嘍 獰